- 開箱 射箱 竖輝 大家好 我是安珍 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他 ongsav 行動電源 在我拍開箱測試的這幾天 台灣還沒有公布確切什麼時候上市 不過還是得趕快弄一個來使用之後 分享心得給大家啦 感謝在菲律賓的台灣友人贊助這個東西 還有在香港的朋友幫忙寄送回台灣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 四抽 拿 然後 沒有然後 再撕 嗯 跟iPhone 12 Pro比起來尺寸大概是這樣 厚度厚了一點點 原本看圖片我以為材質是矽膠軟軟的那種 但摸起來是相對光滑的塑膠 有一點點接近iPhone 5C的感覺 只是沒有拋光到那麼光滑 不知道會不會很容易就髒掉 內側是矽膠 大概是為了增加防滑吧 這個圖案應該可以說是iPhone MagSafe的Logo 和保護殼上面是一樣的 來吸上去看看 好 居然完全沒電 只好先充了 和現的MagSafe一樣 也會有一個小動畫告訴你iPhone的電量 並且iPhone會有個微妙的震動 除此之外 底下多了一個額外的部分 顯示行動電源的電量 也可以滑開之後在電池的微距查看 名稱會顯示成MagSafe Battery Pack 換成中文的話 就和官方網站名稱是一樣的 MagSafe行動電源 物理上爬下來之後 iPhone裡面的也會跟著不見 磁力比我想的強 在這個之前我用過 或是可以說是曾經販售過一款 三合一行動電源 就具有氣的無線充電 不過這個功能用起來就是有點流攻 因為無線充電耗損一定會比較大 充電量已經會比較少了 加上只要輕輕碰到 位置跑掉就根本沒在充了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用線來充 不過這個不愧是蘋果官方自己的 吸上去就會完全對到蘋果Logo的位置 舒服 而且磁力也夠強 跟現的MagSafe比起來的話 磁力差不多強 如果裝上保護殼的話 磁力會稍微弱一些 但也是能夠完全正常充電 這個是蘋果倉庫有在販售的碳纖維保護殼 其他廠牌的保護殼厚度可能比較厚 選項實在太多我就不敢保證 不過這個確定是OK的 產品連結我會放在下方 有興趣的話歡迎看看 因為手邊沒有Mini還有Max 所以就用保護殼來比一下大小 和Mini裸機吸在一起的話 遠遠幾乎就是大小完全相同 吸在Max上面的話 會覺得這東西好像突然縮小了 手感的話跟12Pro搭起來我覺得很不錯 握起來跟去年的Smart Battery Case很接近 不過因為iPhone是裸機所以觸感更好 重量的話應該算是最沒有負擔的一款行動點了 我量了一下113克 以iPhone 12 Pro的189克來算的話 等於是額外多了大約60%的重量 充電孔和iPhone一樣都是Lightning 官方網站有提到 用27W或以上的充電器 速度才會達到最快 也就是例如MacBook系列附的充電器 如果用iPhone的20W充電器的話會慢一點 我測試一下10分鐘大約增加了11% 30分鐘大約增加了36% 順便試了一下Brook的氮化加充電器 不愧是連Switch接電視都推得動的充電器 10分鐘增加了17% 30分鐘增加了54% 是蘋果20W的1.5倍 這個我也單獨拍過開箱 有興趣歡迎點過去看看 充電時底下會有個小橘燈表示還沒充滿 和AirPods系列一樣 如果慢了則會變成綠色 接下來的實際測試都是沒有一邊使用iPhone的情況 除了偶爾有通知螢幕亮起來 和我手動去碰一下看電量之外 幾乎就沒有使用了 如果平常在家把這個行動電源插在充電線上面 那你就等於是得到了一個蘋果原廠的無線充電盤 這樣把線插在MagSafe行動電源 並且放上iPhone來充電的話 我測試的結果 10分鐘之後 行動電源增加了17% iPhone增加了7% 30分鐘後 行動電源增加了37% iPhone增加了9% 如果是行動電源已經100%滿的情況 10分鐘大約可以幫iPhone充5% 順便提供一下我之前使用的無線充電盤 MOSI AutoCue的數據 雖然不太一樣 畢竟AutoCue裡面沒有鋰電池 就是一個純粹擺在固定位置的無線充電盤 測試數據 一樣是iPhone 12 Pro 插上蘋果的20W充電器 大約10分鐘增加10% 30分鐘增加了17% 所以我覺得MagSafe算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等於是充了兩個東西 不過如果是反過來 把充電線插在iPhone上的話就更厲害了 隱藏功能出現 可以藉由iPhone上的無線充電線圈 來幫這個行動電源充電 過程會先幫你的iPhone充到80%才開始充行動電 我測試的結果 10分鐘之後iPhone增加了7% 30分鐘後iPhone增加了33% 因為測試的時候電量都低於80% 行動電源的電量都沒有變 確實是到了80%之後才會幫行動電源充電 所以理論上蘋果願意的話 其實也能用iPhone來幫AirPods充電 不過如果沒有連接充電線 而是直接以MagSafe行動電源來充iPhone 那效率就回到了令人懷念的祖傳5W 但是又加上無線的耗損 實際測試結果慘不忍睹 這樣直接吸在iPhone上充電的話 我測試的結果 10分鐘大約增加2% 30分鐘大約增加5% 這邊我再測試一下前面提到的 他牌無線行動電源 充電速度10分鐘大約增加4% 30分鐘大約增加10% 沒想到蘋果自家的還更慢了 那充滿之後幫iPhone 12 Pro充電的話 可以充多少呢? 我的測試結果大約可以充入50%多一點 不過期間有稍微使用一下 官方給的數據是60% 所以跟官方數據是差不多的 體驗方面這真的是不太可能 有第三方的行動電源做得到了 吸附上去能出現一個動畫 還有隨時精準的掌握電量 非常棒 若是對於在拿iPhone拍影片的時候 快要沒電 一吸上去就能立刻續佔60% 算是非常加分的 也不用擔心會勾到線什麼的麻煩 只是這個速度大概只能是減緩耗電 應該不用期待可以一邊使用一邊把電充回來 至於放口袋拿進拿出的話 我的使用經驗是不太需要擔心會分離 放在口袋位置也不會跑掉 照樣有在充電 另外還有兩個妙用 第一個是前面稍微提到的 在家完全可以當做無線充電盤 例如iPhone 11 Pro吸上去也能用 但是當然吸附的磁力就弱了很多 另外像是AirPods Pro等等 可以無線充電的裝置也都能用 第二個則是可以搭配原廠的Duck 也就是底座一起使用 你就會得到一個完全蘋果原廠的桌面直立無線充電座 擺在桌上有訊息就可以直接解鎖Face ID 之前我常常遇到的情況是晚上12點了 在iPhone電量偏低之際 通常才傳來一個喝 這時候可以從底座整個拔起來出門就繼續充 不用掛著一條線的感覺就是很爽 想像一下你在酒吧發現隔壁的辣妹手機快沒電了 拿出一個行動電源和一條線 多遜 如果拿出來這個 啪吸上去就可以充電 8天等馬上請你喝一個Shot 只是充電慢到可能會被討厭就是了 去年在iPhone 11 Pro的時候 我也有朋友送我之前的充飲電池保護殼 也就是那個看起來很像駝背 英文叫做smart battery case這個東西 定價4290元 矽膠保護殼定價1190元 所以新的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其實就是把駝背的背挖出來單獨賣 這樣的好處是像我喜歡裸機花的錢就少一點 而且也能以最接近裸機的手感來無線充電 加上平常沒帶出門的時候也可以當做無線充電盤 和去年的駝背殼比起來有用很多 畢竟夠有質感夠漂亮又安全的充電盤 例如前面提到的Moshi AutoQ也要1590元 不過如果以一般的行動電源來說呢 那就沒什麼好以CP值來論 以我用過應該可以說是最高級最昂貴的Moshi Iron Slim 10K比起來 這個MagSafe都還貴了500塊 Moshi這顆可是電容量10300mAh 又有PD快充 還可以同時充iPhone加上MacBook都推得懂 所以這款MagSafe行動電源就是賣第三方不太可能有的完美體驗還有整合 預算沒那麼多 插個線比較醜比較麻煩 但是又快又省錢 也不用去酸花3000塊買行動電源很少 有些人就是認為多花點錢買這個完美的體驗很值得 雖然很慢啦 再次強調 真的很慢 就像PC用上面也有抄襲AirPods Pro的無線藍牙耳機 才590元 但願意花10倍價錢買AirPods Pro的人還是滿根滿股 錢花下去的人也幾乎都用過都說讚 好看倒酒吧 對吧 簡單說就是要快要省錢 這個絕對不適合 那如果是希望買到一個無線充電盤 加上帶出門可以體驗極佳的來增加一點額外電力 又不差這3000塊 那沒問題 使用體驗是很好的 所以是否值得花這個錢 影片看到這裡 你應該自己心裡也有個答案了 之後會持續更新蘋果相關的開箱 記得點這裡看更多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